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姐 今天我们来到了星泽樱桃大棚里边 看看他们的樱桃现在都熟了 前一段时间我来的时候还都在清呢 刚过这么20天就整个都熟了 现在看大棚里边都红的特别多了 有两个品种现在正是五一采摘的时候 大家跟刘姐看一下 咱们跟师傅看一下前面就是没栽 现在得干栽了是吧 你看看这都是新品种 尖的那个是 这个是圆的 这个老品种 这点厚 这个也是新品种 这个新品种啊 这个是梅枣 那这个也是圆的 我说那个 这个是梅枣 这个名字叫啥 梅枣 梅枣 就是咱们吃的枣的枣 梅枣这是 这又是新品种 这个也是大的圆的 是美国进口来的吗 哦 那这一台品种来的好吃 真好 都好吃 各有各的口味 对 都好吃 这就是早中晚熟 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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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早的品种 这不超一块的多厚啊 这个来看的就特别漂亮好看了 这红果雷了 上次来的时候 全都是那个 类果雷的 现在就是 这一粒 正外采的那些都是 这东西 那它还得卖到啥时候 那您那和这 枣灯碗 和这 跟三茶的 都可以 这枣灯 枣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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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我们的 就是蒙手那那个 对 那就是第一早熟 第一早熟的 嗯 哎 你们过来看看 那个红花果是那么大 是 特别的大 哎呦是不一样 哎呦真好看 哎呦 多大还多黄 真是 那个品种好 是的 那个品种好 美国进口的新品种 哦 叫那个 金镜头 让大家看一个 嗯 这个 这个 就是大 嗯 多大 你说这在陆地 是不一样长的 嗯 真真好 晶莹透彻的 我摘了这么五个果 这都是什么品种啊 跟大家说一下 哦 好 您这个呀 您摘的还真是 都不一样 我说这不一样嘛 不一样 对 它是品种也不一样 来我们先看这个 个头比较大的吧 这个呢 是梅枣 叫梅枣 然后这五一加七呢 也就成熟了 大家吃的那个 撤离子 美国大樱桃 就是这个品种啊 您看它个头比较大 然后这个呢 也是甜酸型的 甜度很甜型的果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 这个看的就是 红度还没那么大 也是过几天 也就成熟了 现在呢吃也很甜 它就是甜型的樱桃 它叫布鲁克斯 这个品种 它是脆甜型的 它的这个果实的硬度很大 一般的呢发快递 往外地发的就是这种的果 还有梅枣 梅枣也是硬度大喜的 这个 看它已经熟的 红的发紫了 这就是熟透了 这个品种呢 叫红灯 这个是樱桃里边的 也是一个精品的品种吧 嗯 现在呢 它的果实熟透了之后呢 它的硬度是没有那么硬 然后大家一吃吃一口就是爆浆美味吧 嗯 然后 软的 有一点软 熟透了之后软 这个 看大家看它有点像 陶芯型的 心型的 小条这个 嗯 它还有点发粉 它还没熟呢 它得五一加七以后才成熟 它还在 还能长个大 还能长一 还能长大一些 它叫萨米托这个品种 它也是硬型的 这个 果实硬度 对 有硬度的 对对对 嗯 现在五一期间呢 咱们大家就采摘这两种 这两种正是 梅枣和红灯樱桃 对 梅枣和红灯樱桃 嗯 然后正是采摘这个吃 最佳是采摘姐 嗯 再给大家尝尝 嗯 特别甜 你看它这个里边已经都 啊 都熟透了 都熟透了 黑红黑红的 里外都一样 对对 咱们市场上吃到的樱桃的成熟度呢 可能很难就到这个成熟度 所以 这都是自然熟呗 熟透了的 然后它的口味和营养也是最佳的 嗯 你看这盒还不大 还特小 嗯 小盒子还摘下的 这摘下都可以吃 这是绿色食品 没有药 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上面有一些土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急去再吃 就是擦擦都能吃 擦擦就可以 对 嗯 嗯 也特别甜 特别好吃 你们大家五一上这玩的 又上这采摘了吧 非常的好吃 我建议大家就采摘这两种啊 大家看看 刘姐今天就采摘这么些了 带回家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看 然后擦 咱们